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来看第十题 这座标平面上点座标75处 有一光源向四周发光 有一圆形障碍物 其方程式为 s 平方加y-1 的平方等于1 Rod x 轴为墙面 求该圆形障碍物在地面上的影子长度为多少 那题目意思呢 我们在座标平面上就来画一个 题目意思它的示意图 那么题目说呢 座标平面上有一个点座标是75 这里有一个光源 所以我们把这个点叫做座标点P点 座标是75 那么这个光源向四周发光 那么其中有一个圆形障碍物 就是这个圆形障碍物 它的方程式呢 就是圆方程式 s 平方加y-1 的平方等于1 那么因此呢 它的圆形座标 就是01 半径是1 所以圆形座标就会在y 轴上 那么这个点呢 我们把它称为是它的圆形 点我们给它叫做C点 半径是这一段长度 CO 的长度 所以半径是1 那么它说呢 以s 轴为墙面 所以这是s 轴当作是墙面 那么因为这个光源向四周发光 被这个墙面挡下来 那么因此呢 在这个墙面就会产生了影子 所以这个影子呢 如果是这个点 跟s 轴交点 我们把它称为是A点 跟s 轴交点这一点呢 我们把它称为是V点 那么所谓的影子的长度 也就是呢 我们来计算AB这个线段的长度 那么因此呢 P 像这个圆 就是做两条切线的意思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把切线称作是L 所以呢 首先 我们就来假设呢 这个是切线 那么这个会有两条切线 是因为呢 P点在这个圆的外面 我们假设呢 PA 跟 PV 这两条切线 统称叫做直线 L 根据点斜式来假设 那么因此呢 就设为 Y 减掉 5 那么等于呢 写绿 M 乘上的 S 减掉 7 那么右边这个呢 我们把它称开来 得到呢 是 M S 那么减掉了 7 M 把它写成了标准形式 意思就是说呢 M S 把 Y 移到右边来 所以呢 -Y 减掉了 7 M 把负移到右边 所以呢 加5 等于 0 那么这个呢 就是切线方程式 那么这切线方程式呢 我们继续来看 原心到这个切线的距离 当然就会等于半径 所以呢 跟切点连接之后会垂直 这个呢 就是半径 半径是 1 那么因此呢 我们就利用 Distance 原心 C 点到切线 L 的距离 那么就会等于半径 半径是 1 所以点到直线的距离 我们就利用公式来计算 那么这个公式呢 分母就是根号 S 前面的系数是 M 所以呢 就是 M 的平方 加上呢 Y 前面的系数是-1 -1 的平方 我们就写 1 所以呢 分子的部分 那么就是呢 绝对值 我们把 C 点 就原心的点坐标 带入呢 这一条切线 所以呢 S 的部分我们带 0 那么因此这里呢 就是 0 Y 的部分呢 带 1 那么因此就是 0 减 1 那么减掉呢 7M 再加上 5 取绝对值 整个值呢 等于 1 那所以呢 我们把分母乘到右边来 那分子的部分呢 我们来计算一下 就是 负 1 加 5 我们得到呢 是这里绝对值 也就是呢 4 减掉 7M 的绝对值 那么就等于呢 根号 M 平方 再加上 1 两边呢 同时我们把它平方 那么平方之后呢 我们把它展开来 所以 4 的平方 我们得到是 16 那么再减掉呢 2AB 就是 8 乘 7 得到呢 是 56M 再加上 7M 的平方 就是 49M 平方 那么就等于呢 根号 M 平方 加一整个的平方 所以得到呢 是 M 平方 加上 1 那么整理一下 我们就会得到呢 是 48M 平方 那么减掉呢 56M 再加上呢 15 等于 0 我们来做呢 因此分解 所以分解得到是 12M 再减掉 5 乘上 4M 减掉 3 等于 0 所以当 12M 减5 等于 0 的时候呢 那么我们就得到 M 的值 那么就等于呢 12分之 5 所以呢 这条切线 L 它的方程式 我把 M 带到这边来 那么因此呢 就是 Y 减掉 5 那么就等于呢 12分之 5 再乘上呢 S 减掉 7 我们把它整理一下 那么就得到呢 方程式 所以这方程式呢 就是 5S 减掉呢 12Y 再加上呢 25 等于 0 那么接着我们再来看呢 4M 减3等于 0 的时候呢 我们得到 M 的值 我们还写在这边 所以呢 这个 M 的值 那么就等于呢 4分之 3 那么因此呢 切线 L 的方程式 那么就是呢 Y 减5 就等于呢 4分之 3 再乘上 S 减掉 7 那么一样呢 我们还做一下整理 所以呢 整理成方程式 那么就是呢 3S 减掉呢 4Y 再减1 等于 0 那么也就是说呢 我们得到这两条呢 切线的方程式 这两条切线的方程式呢 我们必须 在 S 轴上呢 找出 A 点 跟找出 B 点来 那么分别呢 我们就认 Y 等于 0 那么因此呢 第一条切线方程式 那么如果我们认 Y 等于 0 所以这个是等于 0 那么因此我们就得到了 S 的值 那就等于呢 -5 那么第二条切线方程式 那一样呢 我们也是认 Y 等于 0 那 Y 等于 0 所以呢 我们得到 S 的值 那就等于呢 三分之一 我们再来看这个图形 S 等于-5 跟 S 等于三分之一 那么因此呢 三分之一在右边 也就是说 A 点的坐标 那么就是呢 三分之一 0 那 B 点的坐标呢 就是呢 -5 0 那么因此呢 Timwell来求影子的长度 影子的长度呢 就是 AB 线段的长度 所以呢 AB 线段的长度 那么就等于呢 三分之一 减掉 户5 我们可以呢 再取绝对值 来计算 那所以呢 计算结果 我们得到呢 长度 就等于呢 三分之十六 所以呢 Timwell来求影子的长度 我们假设呢 就是 AB 线段长度 那么计算结果 这个长度呢 就等于三分之十六 这个就是我们的答案